行行,阿沈退下了 陪伴你的这一年多里 我收获了很多 我们一起拍了五百多条视频 你成长得点点滴滴 我都忙碌地记录着 那时候在西安工作的我 就像中了你的毒一样 每天下了班都会翻看你的视频 那时候的你才几个月大 非常的可爱,又嘟嘟的 我曾跟小黑叔叔说 怎么可以有这么可爱的宝宝 我们再要个三胎吧 之前两个孩子 我们都没能陪伴他们 那些成长的美好回忆 一点也没有留下 就这样,这个念头 在我心里悄悄种下 这一天,我从西安回来了 直到看见了可爱的你 满足了我所有的幻想 因为我可以每天陪伴在你身边 帮你记录着成长的点滴 看着你从几个月大的婴儿 慢慢地长成现在的模样 我心中充满了欢喜和感动 你的成长历程就像是一部精彩的电影 每一瞬间都值得被珍藏 从你摇摇晃晃地迈出第一步 要开始牙牙学语 这个过程充满了惊喜和感动 学走路的日子里 你仿佛像个小探险家 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小心翼翼地迈出小脚 一步,两步,三步 每一步都是成长的见证 摔倒了,爬起来 再摔倒,再爬起来 小小的身体里 蕴含着无穷的毅力 看着你努力的样子 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欢喜 眼中充满了骄傲 你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探索这个美好的世界 感受着每一个角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的脚步越来越稳健 开始放开我的手 独自一人走向前方 学会了奔跑 学会了跳跃 与此同时 你的语言能力 也在飞速地发展 从简单的语句 到那一声阿神 阿神耶 把我的心都给融化了 你用稚嫩的语言 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 你的内心世界 每一个新词语的出现 都像是一颗璀璨的星星 在你的语言天空中闪烁 我欣喜地听着你 讲述着你自己的故事 分享着你的快乐和困惑 你的成长历程 是如此的美妙 充满了希望和活力 从学走路到牙牙学语的过程中 展现出了无尽的勇气和求之欲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会继续闪烁着属于自己的光芒 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告别的时刻 总是感慨千万 行行 以后阿神不会每天 都跟你抢玩具玩了 不会每天 逗你分那么一捏捏 好吃的给我了 不会每天 都逗你哭了 你要健健康康的 乖乖的长大 爱你的阿神